水浒自称英雄好汉的,其实都是地痞流氓,盘点水浒里五大恶人,人们经常会说什么? 梁山上,足足有着一百多个好汉,但其实除了那几个家喻户晓,讲一起的真正好汉之外,其他梁山上的人,他们的真实情况谁又知道呢? 其实聚集在梁山上的,可都不是那些承恶梁山的好汉,相反的聚集在上面的都不是什么汕茶,不少人在上山之前,可都是背上好几条人命的,即使不是杀人犯,也是调戏美女,抢抢百姓钱财的地痞流氓,要让这些人重情义,知礼节似乎很难这帮人可,不会跟你讲什么大道理稍不留神, 只怕就会把刀子,白刀子进红刀子出,直接干掉对方,比如今天我们要来讲的这几个人一,爱做人肉叉烧包的孙二娘,说起这孙二娘,那在做包子界,那可是出了名的大厨师,他仗着一对大胸,不知道勾引了多少个好色之徒,全都给他剁了,然后做成叉烧包子,那可是活生生的母叶叉呀,孙二娘,还是个很性感的女人, 他戏一条鲜红生卷群,露出桃红沙主妖小蛮妖,已经够诱惑得偏偏凶,还好凶好,就算了还喜欢敞开来穿,这种诱惑世俗男人,简直是无法抵御的,这,要是哪个不识相的男人中了招,直接就往台上一放任你怎么求饶,都得挨上那么一刀开膛破肚,然后取肉来做包子, 按武松的话来说,肥的妾做馒头线,瘦得拿走去填河典型的吃人不吐骨头类型,虽然孙二娘这么坐有他以前的伤疤,但这行径确实太没有人性了,简直就是吃人的妖怪,不过也不能怪他,谁让世间的男人大都居心不良呢? 二,杀老张人强行夺妻的董萍董萍元,士兵马兜奸,他爱上了成太守的女儿求婚不成,这也就办了找另一家女人不就成了,哪知道这家伙还怀恨在心,居然杀了成太守一家,还把他女儿成小姐夺走文西,这种行为就算是草扣,只要有三分人意和廉耻,再都不会这么做,他哪还称得上是好汉三,好吃人心还宜人心, 妻子的王英王英绰号来搅虎,原本就是青丰山二寨主,这家伙在占山为王的时候,吃人心都吃出惊艳来了,比如书中写的抓住宋江后,正打算把他挖心吃了分腹小喽啰道药,用手泼起水来,浇到宋江心窝里,这样吃起来,味道才好,原来人心都是热血裹着用冷水泼了热血,去出心肝的时候,那可就是嘎巴脆好吃,急了这得 吃了多少心肝才有着经验呀,好在宋江后来被赶来的兄弟,救了不然指不定,宋江还真成了一道下韭菜了,王矮虎不仅爱吃心肝还好色如命,几次想要兼淫留高的妻子,凭他占山为王那么久,指不定不知祸害了多少普通人家了,毕竟不是人人都像宋江一样, 在关键时刻都有兄弟来救援的四,杀人狂魔理,魁里魁绰号黑旋风,原先只是在江州当老子,他有个缺点就是嗜酒好赌,一风那可就狂杀人不管天王老子,话说,江州起义造法的时候,这家伙又发疯了,在大街上见到活人,就砍到处乱杀人,许多身无寸铁的百姓都纷纷倒了地, 不知多少无辜百姓丧于他手下还有一次就是发生在护家庄里,人家全都投降了,这家伙也不理杀人杀顺手了,竟然一个人把护太公一门不分老幼,全都斩草除根了,活脱脱就是一个杀人狂魔,五,玩弄权术伟君子,宋江许多人都觉得宋江带领这帮好汉,最后却投降了感到可惜,其实宋江也压根不是一个好人, 他更符合伪善这个词,为达木帝不择手段,比如他设计陷害卢俱义,就是为了拉他入伙,他想要拉秦宁入伙,又让人杀死了一百多无辜老百姓,就连秦宁一家也不放过,最后秦宁被逼,只能跟着宋江会,还有最后宋江一毒酒,想到杀人狂魔李逵,将来肯定会报仇坏了自己的名声,便连自己兄弟李逵也骗过来, 一起喝了毒酒这分明就是一个爱好玩弄拳术的伪君子,在他内心最深处,可能只有他自己兄弟,一起啥的,根本就不占任何位置,只不过是自己玩弄拳术的工具罢了然, 而宋江在当时被洗白成为一个众议系的大哥,水浒传所有的英雄,几乎没有怀疑他的也没人拆穿他的假面他,算是伪装的很成功的了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,注定是没有前途的请关注公众号, 静说历史君说历史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铭记每一天 请关注公众号,静说历史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证明,